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观望状态的汴州之后 再次截断了唐朝宫廷的曹运 但唐军此时已不是当初那支缺乏准备的弱旅 他们始终坚守在洛阳以西的黄河两岸 让安氏集团无法将稳固重新控制的地盘 当年晚些时候爆发的河阳之战 就是两股势力间的又一次硬碰硬较量 在灾难性的夜城之战过后 唐军主力被迫退往黄河以南固守 由于监军宦官于朝恩的甩锅报秘 唐宿宗下令将督战不利的老帅郭子夷撤职 同时改有表现最好的前河东节度时李光碧兼领朔方 由于另一位大将李思叶战死 出生契丹的李光碧便成为皇帝最为倚重的对象 此时的唐军因损失巨大 也迫切需要时间进行修正与重组 在夜城之战后的争相溃逃中 不少地方节度使的部队都损耗严重 李光碧便以东都洛阳为基地 用手里的朔方河东河西三阵精兵为班底 陆续收拢那些失去联系的人马 由于唐宿宗的信任 他很快又被赋予幽州掌食与河北节度使的职务 几乎可以调动唐朝首头所有的野战部队 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在夏秋之际出现 威洛阳以东的汴州突然在节度使许书记的带领下 倒戈史思明回下 在之前数年的战争中 这位熟手两端的地方大员都表现得乏善可陈 但在觉得史思明已经完全占据主动权后 还是不可避免的投入叛军怀抱 他治下的中原要冲 在后来会成为公养五代进军的巨大兵营 在当时也是河运曹运的关键节点 史思明在获得他的效忠后 势力直逼江淮流域 在战略上的优势也就更为明显 鉴于洛阳的战略地位已经丧失 厉光碧便主动率军弃手 离行前唐军不忘将城内的物资清空 并将全部人口疏散 这样史思明就只能拿到一座空有建筑物的死城 相反唐军主力已经再次渡过黄河 在北岸位置构筑坚固阵地 加上江南的地方势力也没意愿投靠大烟 局势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因为一旦唐军将主战场搬到北面 史思明的泛阳老巢就会受到威胁 云集河南的主力军也面临后勤断供的威胁 当然唐军并不可能完全放弃南岸 任由叛军再次猛攻关中的经济 因此李光碧选择以交通便利的河阳城作为大军驻地 死死卡住叛军可能西进的战略要道 只要条件成熟便能顺流而下 将史思明的地盘全部拦腰斩断 为此他们还以北岸的河阳城为基础 构筑起横跨黄河两岸的三位一体城市 早在先秦时期 河阳城就是非常有名的要冲 黄河河道在这里变得较为狭窄 非常容易被驻守的部队切断 李光碧也要人到南岸构筑要塞 并在河道中间的沙洲上也建起了堡垒 为了方便部队机动 唐军用船只拼凑成浮桥 将三个据点连接起来 这样既可以堵住逆流而上的路线 又能在某处遭遇围攻时 达兵支援 这种看似简单的部署 很快就让史思明赶到备忙再次 近十万人的主力军很快就将吃空洛阳附近的物资 而从汴州原来的储备也非常有限 李光碧则可以随时进军夜城和泛阳 让自己必须为此疲于奔命 因此 他在这年九月开展部署 准备从南北两头进攻河阳 在排兵部阵方面 史思明将亲率超过五千人的主力 从洛阳出发进攻河阳南城 这里的唐军数量较少 临时搭建的栅栏也防御最为薄弱 一旦拿下此地 又可以顺流直扑同关 抵消李光碧派到北岸的唐军主力 但为了不让唐军彼此增援 一支偏军将从北岸发起牵制性的阳攻 如果李光碧将主力调到南岸 则争取将唐军的北岸重镇拔除 此外 为了给对方造成最大伤害 叛军还从运河沿线搜罗了大量船只 准备对河道上的浮桥进行火攻 但史思明的多疑性格 让他在做出决策时显得过于谨慎 这对后来的战局发展 挑着巨大影响 作为对手的李光碧 在河道两岸布防的态势就较为安全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唐朝名将 几人的野战指挥水平非常一般 但守成技巧是非常了得 早在河东前线督战的时候 他就多随守城 击败叛军 尤其是规模浩大的太原之战 更是让史思明亲自指挥的部队都久功不克 尽管防御态势容易陷入被动 但这恰恰是李光碧最擅长的作战节奏 在河阳之战的初期 史思明就利用外线优势 企图扰乱李光碧的心理和判断能力 居南岸的主力军在九到十月之间 构筑起夯土才智的月城 做出要同唐军进行长期对峙的架势 但部分人马却利用这个时机 从下游偷偷进敌北岸 准备对疏于防范的对手进行突袭 为了尽可能的吸引对手 叛军每日都将主力骑兵的战马放目南岸 制造很大的声势 同时还不忘派人到城下 向驻守其中的唐军挑战 尽管唐军大将白晓德在单挑中 将挑战者流龙先振战 但叛军也成功的将李光碧吸引到南岸作战 不过唐军的真正主力还是基于北岸 李光碧也在稍后悄悄返回 并策划了对史思明方面的心理反制 他让人从军中挑选出500匹母马 故意放在北岸的河边 而他们的幼崽则被留在处篮之内 于是母马很快奔回营地寻找小马 也将叛军惯用的熊马吸引过去 结果一千多匹契丹铜锣骑兵的坐骑 争相踏过河道的最显处求渡 落入河阳的唐军手中 这段极肤戏剧性的插曲 让史思明怒不可遏 但他同时也意识到 李光碧已返回北岸 并决心切断两头的唐军联系 数百艘准备多时的火船 便在稍后趁着掌潮和顺风之际 立同挑向河中的浮桥与沙洲要塞 然而李光碧也早已让人准备好拦截船只 在上面安装了起固定作用的长杆叉 结果几乎所有的火船都在触及目标前就停了下来 唐军还使用提前准备的投石机 尽可能击毁一些远距离上的火船 成功守住了两座浮桥 事实上如果叛军下决心展开同步进攻 完全可以让唐军陷入被动 但史思明的阴柔个性让他更乐于猜忌和进行虚张声势 等到可以切断浮桥的火船被白白消耗 对方的内线机动优势也就不可阻挡 随后李光碧甚至再次出现在南城 再次让叛军大佬气急攻西 此后史思明改变策略 准备策动军队同步进攻两岸的唐军 他首先下令将大量主力派往北岸 准备绕道攻打河阳城西的唐军梁仓 若能获得成功 那么号称九十万人的唐军 就会因缺一少时而被迫撤退 同时他还挑选了五百名精锐骑兵 交由部将李日指挥 准备突袭防御被削弱后的南城 这个计划的逻辑是史思明欲 叛李光碧 善于守城且非常重视坐镇南部 但既然唐军可以在两头轻松激动 那么叛军实行大规模牵制的效果 就要大打折扣 结果李光碧在街道发现敌人大量求度的情报后 亲自抽掉南面的大部分部队北上 等到叛军在夜里摸到城西的军粮存放处 发现自己正遭遇一支严阵以待的唐军预备队 同时他们对于北城的阳攻也陷入僵持 为了尽可能隐藏企图 叛军无法在北岸大量建造工程武器 只能以云梯等原始手段应来 守军则可以凭借早已加固的城墙轻松击溃这些威胁不大的散兵游泳 至于准备突袭南城抓捕李光碧的500骑兵 也发现目标早已不在原地 因此精心策划的夜袭攻势很轻易的就被唐军破解 相比进攻失败人心的溃散让叛军处境更为艰难 由于史思民向来为人计较而喜欢以私行恐吓不下 很多人便因为作战不利而陷入恐慌 于是包括带骑兵突袭南城营地的李日在内 不少人纷纷转头李光碧麾下 这反过来也进一步激怒了史思民 让他更为迫切的想要拔掉河阳三城 这次他将进攻重点调回的南城 并准备亲自上阵督战 在河阳之战的最后阶段 李光碧平均分配了手头军力 并和预备队一起居于河中的沙洲要塞 史思民则率领主力进攻南城 企图以预判的兵力优势强攻得手 但也不忘将部队有分兵多处 想测试唐军的主力究竟置于何处 结果南岸的叛军首先发起进攻 却被得到加强的唐军顺利击溃 接着史思民下令第二支部队强攻沙洲上的要塞 大批叛军通过凿船的方式填埋河道与斩壕 并顺利拔除了外围的栅栏 但李光碧很快下令让两岸的部队向自己所在的位置靠拢 前后两次冲出营垒进行反突击 叛军的前进路线本来就很狭窄 发现这个方向的抵抗异常激烈之后 也只能非常时序的选择放弃 最后叛军的北岸分队开始攻打河阳本城 但只要唐军的浮桥安然无恙 就能以更快速度调集援军渡河之援 这次李光碧不仅亲自前往 还下令汉将普顾淮恩等人直接出城反击 原以为唐军只会守城的敌人被突如其来的反击 打得措手不及 部队的秩序很快陷入紊乱 并在追杀下拼命逃往南岸 造成数千人淹死在黄河里 此时的史思明还在指挥部队再次围攻南城 但当北陆军彻底崩溃的消息传来 自己也明白已没有任何获胜希望 机有不甘的带着残部撤回洛阳 他在整场攻坚战中的表现不仅是思考过度 而且有着明显的患得患失 如果我们能参考他当时的处境 也就不难理解这些举止背后的心理因素 虽然在之前赢得了夜城大战 但史思明始终在心理上处于潜意识层面的弱者人设 由于需要以黄河以北的有限地盘 去对抗缓过神来的整个帝国 他势必更加重视野战部队的兵力损耗问题 又因为自己是杀死安庆旭的篡位者 所以不得不用胜利去加强集团内部地位 安史叛军本身是一个基于利益威胁的诡异组合 对比以封建伦理观念效忠的唐朝来说 更加脆弱而不稳定 十四明自己的尚未成功就是利用前少主的屡战屡败 这也决定了他在后期的军事部署中明显不如前朝来得游刃有余 当然也正是基于这些天然的心理弱势 让胜利天平又将逐渐倒向了长安宫廷那边 永不凡程 永不凡程 永不凡票 顾